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于上月造成是惊人死亡的 美国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的凶行 克鲁兹的弟弟扎卡里·克鲁兹 涉嫌非法闯入道格拉斯高中后被捕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 他致定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他赢得大选成功连任 并且希望双方能在不远的将来举行会谈 讨论军备竞赛乌克兰 叙利亚以及朝鲜局势等议题 特朗普表示 美俄之间的军备竞赛开始失控 并强调绝不容许任何国家拥有直逼美国的军力 俄方则指出 这次通话焦点是克服美俄关系目前的难关 双方谈到举行高层会谈 以及开展美俄经济合作的可能 特朗普提出 美俄有需要合作 确保战略稳定 遏制军备竞赛并对抗国际恐怖主义 双方也谈到许多国际议题 比如叙利亚 乌克兰 以及朝鲜半岛局势 在朝鲜问题方面 美俄对目前半岛局势明显缓和 表示欢迎 双方同意要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实现朝鲜半岛乌核化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20日发表一份草案 指控俄罗斯黑客企图入侵选举系统并提出如何防范外国黑客介入 倡议国会协助地方政府加强网络保安 委员会花了超过一年时间调查俄罗斯对2016大选的干预 有委员指出 在多次西方选举当中都发现俄国黑客介入的痕迹 而攻击手段更发展成一套工具包 不止俄国黑客 其他潜在对手都能拿到 意味着更大的威胁 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是到目前为止 美方针对2016大选网络安全最全面的指引 马里兰州圣马利斯县一所中学20日上午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高中生开枪打伤两名同学 枪手其后被孝禁击毙 两名受害学生中 一人危怠 一人伤情稳定 警方接报后 立刻赶往发生枪击的大米尔斯中学 校园一度关闭 学生被疏散到附近另一所学校 媒体引述官方消息说 枪手是一名学生 他在开枪打伤一男一女两名同学后 校警采取行动介入 对枪手开枪 两人交火 校警没有受伤 枪手开枪的原因和动机未明 事发的大米尔斯中学位于首都华盛顿以南 约100公里的圣马利斯县 这起枪案距离2月14日发生在佛罗里达州 帕克兰高中的严重枪击案只过了一个月时间 事件再度引发全美对校园枪击案件的关注与辩论 德州圣安东尼奥附近一处联邦快递的物流分检中心20号发生包裹爆炸事件 造成一名员工受轻伤 这也是德州近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五起爆炸 当局其后又在分检中心内发现另一个相信放有爆炸装置的包裹 事发在圣安东尼奥附近的城镇谢祠 当地时间20号凌晨1点左右 涉案的中型包裹在运输带上爆炸 当局在包裹内发现弹片及钉子 从本月2号开始 奥斯丁接连发生的四起爆炸案三起为包裹炸弹 共造成两死四伤 而这次出事的联邦快递物流分检中心 距离前四起爆炸案发生的奥斯丁约105公里 而涉案包裹的收件地址也是奥斯丁 当局呼吁民众不要触碰或移动来历不明的包裹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与案件相关的线索 应该立刻联络警方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商务部宣布从19日起 美国企业可向商务部提出申请 要求豁免即将开征的钢铝关税 从头到安普本月8日宣布 由于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将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25%关税 对进口铝产品征收10%关税 关税措施将于本月23日正式生效 商务部之所以允许美国国内企业提出豁免申请 主要是因为国内生产商无法生产某些钢铝产品 或产量无法满足需求 商务部预计将收到4500份钢铁关税豁免申请 以及1500份铝关税豁免申请 商务部表示将在收到申请后90天内 做出是否同意获免关税的决定 近日 谷歌公司宣布斥资24亿美元购买近120万平方英尺的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切尔西市场大楼 而卖家James Town LP公司将继续管理市场的底层饮食店和零售店 这座位于15至16节之间的大楼的交易案 上个月首次浮出水面 谷歌已经占领了大楼至少三分之一的空间 并购买了附近的第八大道111号的财产 谷歌公司在纽约目前拥有约7000名员工 切尔西市场是一个综合性的商用大楼 每年有600多万人参观 最著名的就是里面的美食小店 此外还有购物中心 工作室和公司办公室 包括谷歌 职业棒球大联盟和NYE新闻 都在这里面办公 密西西比州州长近日签署全美限制最严格的堕胎禁令 泰尔满15周后禁止堕胎 但禁令在签署不到一个小时后就被提出诉讼 堕胎法案在法律及应对挑战间形成对抗 但相关人士希望联邦法院最终能判定 在胎儿形成之前禁止堕胎 目前联邦法律尚没有此禁令 但法律对一些特殊情况 如胚胎存在健康问题 或对孕妇的生命及主要身体机能存在威胁 则可豁免 密州新前于北卡罗来纳州两州 并列为全美对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 两州都以孕妇怀孕前月经的第一天开始计算 胚胎20周以上不得堕胎 美剧《欲望都市》中施演律师米兰达一角的演员尼克松 正式宣布挑战现任州长安德鲁科默决定竞选纽约州州长 尼克松在竞选视频中直指现任领导令民众失望 希望修复破损的地铁系统 今年51岁的尼克松除了是一名演员 还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 并长期关心教育 2009年尼克松与当时的女友 在一个拥护同性婚姻的集会上宣布订婚 并于不久后完婚 尼克松的伴侣是一名教育活动家 早在2017年便传出尼克松考虑参选纽约州州长的消息 尼克松是纽约市长白思豪的坚定支持者 他曾经加入白思豪助选团队 很多人认为尼克松的名气 将是对安德鲁科莫的特别挑战 加拿大方面 近日北市省政府宣布 会在零一八至一九财政年度 与省内各医院增加900个牙科手术名额 有本年度的6200个增至7100个 这项决定相信能够大达缩短轮厚时间 目前全省有52间医院提供牙科手术服务 也有补牙 根管治疗 拔牙到牙齿角形都有 大部分手术都需要局部麻醉 而有发展障碍的病人更加需要全身麻醉以保障安全 省政府指出 目前省内有15%的牙科手术 轮后时间超过26个星期 卫生厅长表示 轮后名单可能会因为名额增加而缩短 也有可能给一些以前连轮后名单都入不到的病人 有等候牙科手术的机会 除了增加牙科手术名额之外 卫生厅来年也会和卑师牙科协会合作 改善轮后时间指引 以增加安排手术的效率 以上就是今天快选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